超顿堤在地農友李文宏 自9年开始引进来自日本 外表看起来清除大麦兴建训时的 新平均牛铒隔斑笔 就着各行技术财政至市业 不但恢复过来气候以及困境的问题 先说医到成本格的楼梯财政方式 吹出稳定的生产方 竞争的开始在超顿堤提供进走 超顿堤的农民李文宏 自9年就开始企业载政 来自日本的新平均美龙财 斑笔 以此夾后再来气候一个困境的问题 催出稳定的生产技术方式 先说医到成本格的楼梯财政方法 来自贝 规划一个楼梯的技术 为什么讲到楼梯 因为有些无经验的农民想要做 考虑到成本的问题 或是刚刚从农的清农 他无经验 所以我们就建立一头 露天的斑笔的稳定的生产模式 我们结合生态 和环境 和回培管理一定 我们发展一顶很稳定的技术 外表看起来就清楚 大麦丁确会设的斑笔 不然外表相当特别 水枯肉也相当低 在最近的水道 水枯肉不一样的失水 有不一样的肉质和口感 可以让民众来选择以外 也由贫质的关系 农民在在整好民 也更加好管理 农协也比一般市民上的美龙粿 更加多 类似我们201中国的粿型 所以市场的鉴别都很高 我看到就知道 这个是不一样的 这是最新的 现在这个斑笔的 它的粿子 它的粿子毛两种 一种是白肉 一种是青肉 它的白肉是吃它的切 青是吃它的米 做起来的程度 都用到十四到十六以上 甚至还更加17度 它的栽培时间差不多四十五 十五分之后 四十五至六十天 都用拆收 也很好管理 那刚才我也亲自的品尝 它的这个口感跟甜度 跟这个香味 都是一等于最优秀的 最好吃的一个 新的一个品种 所以我们期待说 一个有创新 有理念 有热忱的一个 年轻农民 它致力于这个 新产品的研发 每一个农民 它有新的创新 农会就应该要 马上就要来进入 这个辅导的能力 跟阶段里面 去跟它协助 那我希望说 未来我们这一个产品 可以在草囤 落地生根 那发扬光大 变成一个新的 一个地方的 新的一个 新的一个产业 就有农民的技术演化 就品质好 産品给达官的 新品进改良 让台湾东帝的农民 可以顺利在境 不但让消费者 有一个新的创新店 也带动在内 新的农业上期 搬皮和香瓜 起来就算差不多